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晚上打算拿下神渡君的up主自由习武 我们开局我的祖传统一 祖传记忆就是祝环嘛 直接给刘琪一个酒 这样的话他会忍不住酒杀我的 尤其在拆了我一张闪之后 所以呢第一张闪就不要闪 反正给了他一张名酒 最后呢收一两张装备就很舒服 这样可以一直对刘琪琴平扣输出 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先杀王一刀 免得让他变成个白板嘛 这里刘琪装备比我多 不过不要紧 又来一张装备 之后呢我把麒麟弓藏在手上 这样的话免得刘琪找我温姬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麒麟弓给他 而不是把慈容剑给他 如果他拿到慈容剑之后 可能就直接他就对王毅动手 你看呢王毅比其他的四海稍微好一点 就这样 因为我打王毅一刀之后王毅就有能力了 所以刘琪呢也会想办法去打王毅 而不会只听着我一个人 就是王毅比其他四海稍微强 那么一点点的地方在我看来 但是肯定不出现大家选 这里呢直接一张借王毅的评价 一张铁狗传导到刘琪身上 王毅呢从头到尾是给我补了一张牌 其余的输出呢几乎都靠我朱环打出来的 而这就足够了 朱环的平扣呢肯定是对付刘琪这种脆皮主的神技 第二把神力猛打四海 我今天打的素材没有特别精彩 不过还好 因为对面两个关键不是很高 所以不敢用王鸡 王鸡是在那种一个高一个鸡中间 跟通过强行爆发来打掉一个 这里呢 我的想法是神力猛有攻心的话 可以去优先打杀曹冲一刀 你看到我刚才就优先杀曹冲一刀 然后曹冲不敢拿红桃 然后我再去把这张红桃 他手里有一张红桃闪电 我就把这张红桃闪电置顶 他每回就摸到那张牌 这里呢曹冲手上仍然有一张红桃闪电 所以我这里去看一下曹冲的 看下新王毅手牌 无中的让他无懈的就行 他反正手里 我这张过柴就留着一轮 把他打出大方位的伤害就行 这里呢给王毅牌不要紧 这里先去看一下曹冲的 把曹冲的闪电再置顶 这样的话让曹冲一下 至少不能卖到很好的牌 最后呢王毅手上没有桃子 直接补一张决斗 把曹冲带走 跟王毅单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看就行 只要呢每个多拿点牌 然后把这张桃子给他无所谓 他摸到杀都还好 摸到桃子就有点 摸到桃子都还好 但是不是很想让他摸到杀 所以这里继续把桃子的空置顶 我反正先得杀不到他 我把这张戒刀留一轮继续呢 这一轮把桃子直接丢掉 然后一张先勒住 然后再拆最后一张火弓 直接就把王毅 王毅呢不堪受辱 直接自杀而亡 不拖时间这倒是好评啊 接下来是玩家投稿 首先是一把沙漠科 沙漠科这个武将我觉得 你只要能刷到刀子 你的强度就比较就还是可以 但是沙漠科当地主可以出两拿杀 而当农民只能出一张杀 他每回合 你说我要出到四张牌的时候 才能磨四张牌 那当地主强度比就明显高于农民 因为地主出四张牌 比农民出四张牌要容易很多 这里呢刀子就留着下一轮再上 有一张刀子是刚才磨到的 再回合内了没法用 刀子留着下一轮过牌就 的话就可以多出一点牌 你看他先摸一张 然后再摸两张 再把这张扇子切过来 就一切都摸到四张 突然就起了爆 你看我们刚才还被他打得很残 现在突然一波爆发 直接把戒驴直接呢反过头来 一转攻势去打戒驴部 这里呢戒驴部杀不到我们 去杀张扇华 这也是合理的 我们刚才那些就那一波 甚至还让自己神装了 还是留一张乐一张火攻 我们说一留九呢没多大用 这里呢让戒驴部去打下张扇华 张扇华呢突然暴毙 不过有没有这四害 其实都一样 他帮我们阻挡了地主的两轮攻击 这就是我们最 这个张扇华最大的作用了 我们这里呢 只要每回我能触发到 用到四张牌就很OK 所以把这张兵再留在手上 讲到一张兵 一张无中 一张南蛮再补一刀 直接摸到四张牌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状态也满了 接下来跟戒驴部单挑 就相当于是纯 靠我们摸的很多牌来碾压他就行 先换一张小点刀子 再换一张大点刀子 这里呢三点 这里可以 这里如果胆子大点可以继续换麒麟弓 但是麒麟弓换完之后 先换扇子 然后九换麒麟弓再换杀 这我觉得这里的牌区是非常不错的 先换扇子再换麒麟弓 然后再杀 这样的话可以摸五四张牌 五张牌 最后呢过到AK 只一波把地主带走 这就这我说嘛 玩沙漠科只要牌区好的话 沙漠科的上限是很高的 一把王机主 王机主嘛 昨天放了很多王机主 这把呢 跟昨天比起来没有那么有 没有那么经验 不过我觉得也不错 对面有个徐荣 徐荣基本上当地主 比当农民能力的强一些 因为他是要靠沙白来碾牙 来造成伤害 这里呢把勒布斯处留一轮 等着下一轮继续的孙上枪 这一张徐荣给我们一个暴力标记 就掉一滴血而已 我们其实不痛不痒 但是他那三种 毕竟是随机的嘛 这里再把孙上枪乐一轮 我们这里呢 AK两张杀 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一轮打算干什么 这里呢 徐荣不对我们使用暴力标记了 我觉得还不如继续用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AK了 就全力过牌 我们呢 杀的加一码都可以不要了 继续过 这张杀呢正好 把最后一颗子弹打完 正好把两个人的一轮 就直接双杀带走 王姬的能力嘛 我觉得还是不用我说 就是相当于前面对这两这种 这种武将呢 王姬还是有比较强的破局能力 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过牌和续航 来攒一波AK和杀 然后进行强力输出 一轮把两个一起拿下 徐胜农民 徐胜农民在我看来呢 一是可以打强中 第二是 也也是相当于是自带了一绝 一样的存在 就是 或者用潜袭吧 自带潜袭 因为把所有牌都盖下去之后 让对面没法用牌 这相当于对面有桃不能吃 有酒不能喝 有闪不能用 所以呢 对于沙漠壳而言 就千万不要把沙漠壳刀子下去 因为你如果下沙漠壳刀子 他会开始的时候先上一张刀 然后再去 然后再去 就是本来先摸一张牌 这样的话 让沙漠壳上刀子本身 也成了一张过牌 就有可能助他更大范围的起爆 结果沙漠壳这里呢 一下三点刀子 换了四点的 导致他一下子把曹王打成这个鬼样子 我们肯定是给曹王留点桃子 这张九杀曹王要中了那也没办法 不过他运气也不错 摸到了一张闪 这就足够了 再到我们的回合 我们肯定是继续下沙漠壳的手牌 然后尽可能在他没牌的时候 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沙漠壳只要摸不到四 只要用不到四张牌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用 但是他摸到用到四张牌 其实也不难 我们这里呢有冠师傅 冠师傅的话 就尽可能下对面的手牌 不要去下 不过也不要紧 这里呢直接把对面手牌全部都拿下 这样的话把对面倒下了 这就很舒服 正好可以呢 一轮把沙漠壳打凉血 现在就强行跟沙漠壳暴了 他现在三血 我们一张杀一张南蛮 争取能一轮把它打残 你看他一张杀一张南蛮 这张沙漠壳本来是回合外是有防御的 但是我们这张 这张我们徐胜技能存在 让他回合外的防御的坏乌有 这里呢直接把最后一张手牌拿下 免得是张九什么的就很麻烦 然后我们有冠师傅 不在他的八卦阵呢 就跟摆设一样 最后强行通过我们的能力 一波把沙漠壳 在我们冰死前把他爆掉 拘兽主 开局都放点 拘兽主就是很注重排序的一个武将 跟流战不一样 拘兽是真的需要脑子 流战不需要脑子 开局呢一张三点顺转 到三点的梅花 然后现在继续梅花过牌 然后开局呢直接对黄盖输出也没有毛病 毕竟酸热香的地方 时候才能给黄盖奶 结果呢我们就直接 让黄盖到不了自己的会合 如果黄盖 如果你放到 一开始压黄盖肯定没有错 你至少让黄盖回合 那也不可能直接苦肉打你两次 我们拘兽还是有点怕黄盖的 到黄盖如果一炸两 两张红沙拍下来 说不定我们拘兽呢直接就 就尴尬了 不过这里呢 两张武中 武中开下来的话 一切的过牌量可以在十张以上 而我们通过青龙刀 也算是一种合理的过牌 继续呢 这一波爆发过的牌其实很有点多 然后对面顺兵闪电 对面其实也大势已去了 而闪电呢也算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因为我们减少了 减少一点时间 所以这也不能说什么 反正不管怎么说 狙兽只要玩的牌序好 我觉得观感其实是不错的 刚刚那几把也算是不能说苦战吧 但是至少需要脑子 这一把呢就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那种局 看到AK两张杀 你们猜想我们回合内会来什么 林涛呢 开局上了两张装备 因为中会是 你现在打主 他现在肯定是想的 斩状态 然后之后去跟中会对报 先把我们打赛 跟中会对报 但是呢 我们吸马带的进攻能力就是如此 直接AK五张杀起点 不给你喘息 也不给你出闪 甚至不给你赤桃的机会 直接给你当场带走 吸马带 这个吸马带的能力 实在一点机会都不给对面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观赏性倒是不错 一把马粱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觉得马粱 色彩看起来就相对无聊 很就是无脑给牌 无脑过牌嘛 但马粱开局刷牌 可以刷弹一点 因为说实话 有中瑶这个武将 很多人不喜欢中瑶 尤其贴吧里面 对中瑶的观念不是很好 但其实我 让我数出来 我觉得中瑶是完全够的 你看这把就是和中瑶的配合 我们呢先上黑 我们上黑桃装备 是可以让中瑶给我们佐定 而我们上一张呢 我们就可以给中瑶 让中瑶继续给我们过牌 你看我们再上一张 情况下我们继续 我们每一张黑桃装备 我们上了之后 现在就相当于 又摸了两张牌 就相当于自己开了个无中 然后反过头呢 我们又把无中什么的 还给中瑶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助中瑶的相互爆发 中瑶可以在回合内 再继续传黑飞机 装备给我们 就可以继续过牌 中瑶和马粱 两个人相性倒是不错 而且呢 尤其是中瑶在的话 他可以给我们出桃子 相当于变相保了我们 这也是挺重要的 贴吧里面啊 对于中瑶的态度 确实不太好 觉得有些武将是这样的 当关节一旦高了之后 选那些武将就比较坑 但是你说像中瑶这种 但其实我是觉得中瑶 是有保队有能力的武将 所以我其实 我没有那么想感中瑶 我们这里呢 主持练环渭 这里呢无限明显 还有一张反无限 结果曹臣这一开始 拆我们的嘉义马 这明显是种非常错误的行为 应该两张拆都 两张拆一张顺 结果中 结果的曹臣却弹了一手 拆了我们嘉义 他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去拆一下 孙岳翔的乐马 孙岳翔一旦放出来之后 他们两个人 可以在一回合之内 把状态回满 而孙岳翔一旦 你看呢 因为手上有两张武器 所以弹了一手 直接去想办法去管来孙岳翔 去把孙岳翔乐住了 这也导致我们第二轮呢 正好一张九雷沙 还有铁索传导 直接把两个人一起带走 黄岳翔嘛 五星上奖开局压制 第二轮呢 两个一起收掉 一把戒拳农民 这把呢 对手是弥横 要是简单点的对手 我就不会放出来了 张松家戒拳 是以前牌位里面 经常用的一个组合 就是因为戒拳呢 他牌一旦多了之后 接孙权每制衡一张牌 都有0.4的收益 算是这么算的 所以说张松如果给戒拳呢 在戒拳回合内 多提供一点牌 那么戒拳一下的制衡量上来之后 那收益是非常恐怖的 这里呢 我们桃子也不要吃 直接把这张顺手线 直接 直接制衡出去 我们尽一切可能跟迷横对爆 九杀是肯定要打的 然后这张松呢 这把我站在三方的角度分析一下 首先 迷横肯定是开局打张松 因为迷横单挑戒拳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张松他是有回合内爆发能力的 而且他张松一旦血量比较高的话 他给戒拳提供了很多的杀 这样的话让戒拳的能力一下子上升 而张松呢你看 他张松说不定哪一轮就靠着AK爆发起来了 张松一双一张 直接顺到我们的杀 直接呢一张杀 两张杀三张杀 自首张松的迷横已经超过了强度 所以迷横一开始要做的事 肯定是先去把张松的血量压低 而不是异味的跟我们戒拳对爆 是 戒拳单挑是比张松强 但是张松一旦被压低了之后 戒拳的能力一样的会大发大大的下降 与宝王姬农民都同样作为过牌流啊 经常有人把孙权就是孙权嘛 然后戒拳就是戒拳 然后把曹淳称为 以前没有戒拳的时候 把曹淳称为戒拳 然后把王姬称为SP孙权 因为王姬的也是每回合就是上过牌用 但是大家可能都忘了 王姬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下牌的能力 你像呢 新王一开局起一张加一一张八卦队 那还没做热乎呢 我们直接一张桃子给你下了 然后呢我们不一定要对你动手 我们可以对曹淳动手 我们杀曹淳一刀呢 同样可以去把王姬的手牌下掉 这就足够了 你看我们就这样通过强行过牌 然后呢我们一开始杀曹淳一刀 曹淳卖两张桃子 而他呢一直只吃了一张 我们相信他手里应该还有桃 这里呢我们一样的 我跟新王一打就一定要对爆 而我们王姬正好呢 就把这个爆发做的很到位 继续让曹淳救我们一下 曹淳手里呢还有桃 倒是不错 这曹淳也算是比较给力 一张五中把对面的手牌卸一下 然后一张万剑先开下去 让曹淳卖下去 然后九也没必要换了 直接杀一刀把九换掉 也没必要换 九留着自己保命 然后呢也相当于是强行 边换牌边拆王毅的牌 然后最后呢一波爆发 把王毅呢直接带走 也相当的 而且从途中还合理利用了几下曹淳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把能赢也主要是不容易啊 不仅如此啊 刚刚那把王毅还有一点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王毅每个都保证自己的续航 就是我们每个进去之后 几乎都不用过牌 几乎都不用续牌 这一点也确实不容易 而就是这种续航能力呢 这让我们的强度大大上升 我们董卓呢 董卓是可以有九十的 我们是可以稳定打出九杀的难 这不说 而且呢我们 血量是比较高的 正常情况下 一般斗地主结束的还是挺快 一般等董卓绷到三四滴血以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都快濒临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董卓一直是个很适合 现在这个斗地主节奏的武将啊 但话虽然这么说 我们呢肯定是有九杀一定打 我们的九可是 对不过对面林操他的过牌一直都还不错 我们第一轮呢利用了一下国家 把国家打了一点血 所以呢南蛮肯定直接开 对有国家的命呢 那实在是不太重要 这里呢林操看国家只有一滴血 想把他收了 那不好意思 杀八国国家就有这种隐患 你看呢八国国家一张桃 然后呢 这里他第二下 灌下去之后国家直接没了 不过不要紧 我们虽然被勒住了 这张顺和柴肯定是用来对付林操的 顺和柴一定得留着 这里呢我们和林操都是三滴血 不过不要紧一张顺一张拆 一张南蛮 把对面的林操呢一下压了两血 这里呢我们手 我们少陶子就留在手上 不吃 一是防自己崩溃 第二是让对面林操呢 直接他就四五击蛋地灌起来 不好意思 最后一张拆一张九杀 直接给你带走 就看到我们董胖子这国账啊 不是董国账 还是有自己能力的 而且确实我们一直 倒是怎么 崩坏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 反倒是九池呢 助我们打出了很多的输出 一把SP将为农民 SP将为一样的 我SP将为也是自带崩坏的男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一般 他崩坏的牌是 崩坏之后牌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一可以保队友 第二是我们觉醒之后呢 我们两条命也是有觉醒能力 觉醒之后我们也是有强度 单挑衅就足够了 说起来也搞笑啊 SP将为他觉醒了一个挑衅 那是不是说 他碰到诸葛南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比较 比较抛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抛 直接一张九杀 然后我们现在SP将为看我们排很多 肯定会拿我们的 但不要紧 我们手上就是杀杀闪闪 给他呢无所 其实无所谓 因为他们反正有杖吧 而我们现在一滴血 他也不敢把我们打到觉醒 但是不要紧 你这轮翻面 在下一轮呢 我们一定要一样的会觉醒 直接翻面一张 一张顺 一张张八 拍九拍出去 直接把对面SP貂蝉带走 SP貂蝉估计还在想秒一个才不稳 不好意思 SP将为的能力呢 就能让你秒一个还不稳 这把成语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服兵服的准 这打的就是心理战啊 你们开局你们可以看 接吕布肯定开局对灵筒动手 也没有毛病 毕竟我们成语会骂一些血 而且灵筒一般是二号位 是受难位嘛 这里我们直接被乐中了 而且不过直接跟你们说 运气很好 这个灵筒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不过也是没问题的 灵筒先杀再拆 让对面闪了之后 就把对面的桃子拔掉 我们呢 直接第一轮辅杀也没错 因为吕布呢摸到杀的可能性比较高 这里呢他把我们无限拿走了 注意我们这手直接乐中 然后扶无限 你看他肯定给自己的乐打无限 我们就把这张反无限给他无掉 对面呢直接把两张牌一气 我们呢尽可能打输出 这里呢扶桃子 我们现在要进攻就很重要 你看呢我们主持人 估计距离不估计他骂人了 他想干个什么都不行 这里呢再扶杀 因为对面呢 可能随时摸到一张扇子 你看我们呢成功三次斧兵 一张四次斧兵 一张杀 两张杀 一张无限 一张桃子 全都让铝全都把铝布管得死死的 让他一张牌都不能用 乘以完的好呢就能有这种 就能有这种效果 不知道是今天的第二波素材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今天素材可能 我感觉整体质量不如前几天的 不过我自己也是做了很 做了很好的筛查 这把呢就很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这把就是野生野生张松 别看我们现在就两张牌 只让五谷呢一先一开 因为五谷在来的话 马良是肯定翻不起这么大浪 不过我是主持人 我可能会先顺再开五谷 因为我们五谷 总是想他一张AK 那马良手上肯定顺不到AK 然后呢我们直接AK 最好三张三张杀 把子弹打完 子弹打光人打死 野生张松吧 没什么好说的 只要你有信仰 张松一样的可以 打出极高的伤害 最后一把沙木科吧 沙木科这个武将 我每次总是放他 是因为很多人 真的不知道沙木科的牌序 但是沙木科呢 你看他先上二点的刀 再上三点刀 可以一下子摸五张牌 这点大家一定注意 然后开局呢 直接又摸了 像麒麟弓之后摸了五张牌 一下子让自己手牌摸到 会变成十五张 最后呢我们还有AK 直接说不定就可以一摸 把两个人一起来走 不过呢 AK等于再去对元素动手就行 所以呢元素还在挣扎 不过呢他弄死他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没有九杀 我觉得不太好 不过不九杀也对 这里呢直接一刀 至于元素的没发气了呢 估计是放弃挣扎了 直接一刀给他带走 故意对面还在想 这沙木科是个什么怪物 不好意思啊 只要排序够好 沙木科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一把戒拳农民 戒拳也是需要脑子玩的武将 但是真的要说的话 戒拳强度 我个人 反正很多人都很推荐戒拳 我也觉得戒拳也不错 但是玩好戒拳也是 在我看来其实没有那么难啊 你看到我们这一轮 觉得戒拳强要死了 就是替他找个桃子 结果他车一九杀还是死了 就是该 你只要 我说过戒拳这个武将啊 你就得想清楚你现在得干什么 你只要对整个场次 你的目标有一个把握之后 玩好戒拳就很容易 像我们先跟马蓝单挑 我们现在肯定是我们处于劣势 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输出一定大于防御 所以呢 我们就算是防御装备也是无脑制衡 但是你说要有那种 那种收益特高的防御武器 比如藤甲 那还是想给他想办法留着 你看这一张加一一张藤甲一上 加一没什么用 随时可以制衡掉 但是藤甲呢 我们可以防一下普通杀 你看这南马和普通杀一下来 我们说不定已经没了 所以藤甲 你看我们把加一都制衡了 藤甲留在手上 就是这样 你看这马良优势局在这里上 你看马良优势局在这里上闪电 我们给他一兵 你说他跳什么 正常情况都会跳兵对吧 那你这上的闪电 我今年定律依然是稳如老狗 优势局站在马良视角一样的 优势局一定得跳自己的闪电 你一定不要摊那个 叫什么摸的几张牌 这很重要 你跟戒拳单挑 马良戒拳把四张牌全都丢掉了 才能摸五张牌 你马良每回合就单摸就摸五张牌 你说你打不赢一个戒拳吗 就像我说的吧 烈士局我们要打激进一点 那个有闪电该挂就挂 当然是一出打该挂就挂 但是优势局我们肯定是想 一切办法打稳不能玩火 所以呢曹城主对面队友孙鲁玉 曹城呢也会玩 一开始上装备 攒自己扇甲不说 还把自己手牌压得比较低 孙鲁玉呢又没办法用牌 我们轻中想的开 因为我们有两张难瞒 这样的话说我们说不定 可以给孙鲁玉地点牌过去 结果可惜啊 没有用到 但我们不管怎么说 第一轮还是对曹城打出一点输出 所以呢孙鲁玉死了 这也没办法 然后曹城呢也是在这里继续恶心我们 他知道我们还会开劲呢 所以把手牌压得比较低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直接鼓定刀一刀 然后穿上AK 没刀了不要紧 我们还有未进的一刀 直接呢 我们直接四刀 把曹城直接把曹城带走了 不许曹城还在想秒一个还不稳 反正鲁汁嘛 摸到了AK之后 能力一样的会大幅度上升 再放一把猪铃主啊 猪铃主以后 以后对猪铃的视频要求也要高一点 现在太多人都会玩猪铃了 你们猪铃主呢 给我的素材最好开局双刀 开局双杀 要么就是那种特别强的敌人 其余的 其余的我没有那么想熟了现在 直接呢开局 把他们两个人几乎都全全八光 之后一张南蛮把逃避秒掉 再一张决斗把旁德秒掉 猪铃呢开局双杀 只要开局双杀的话 我觉得观感就是不错的 还能打两次奥施群雄 要合理利用自己炸装备牌的优势 拿到了庞德的AK 直接呢打出大量的伤害 边打呢还有对面给我们提供子弹 这就很棒 两把细子组 首先 这第一把细子组难度稍微大一点 第二把就没那么大 我们呢 我们一定得想清楚我们能单赢谁 我们也许会单不赢马 毕竟这是我当时以为是新马带 主持人要跟我说 他当时以为是新马带 后来仔细看是个老马带 那直接带走 然后呢二号位的马带可以直接打 打马良说不定 还会存在一桃双吃这种问题 所以呢 打先打马良 盘到没那么妥 我们单挑马良 其实还是比较稳的 我们马良每回摸 虽然摸三张牌 但是我们一样能摸三张牌 我们还有宇宙之力 那我们单挑他就是有机会 这也呢一样 把马带打死之后 我们就是跟马良单挑 跟马良单挑他先卖 我们保障自己状态 回的还比较高的时候 先卖一会儿 这把AK拿过来 直接三张杀 给马良当场带走 就很 这就很棒 反正 当然我们系子主呢 只要开局多刷点输出牌 一波先带走一个农民 之后跟另一个农民 先确保先想清楚 自己能跟哪一个农民单挑 你看我们能跟马良单挑 所以我们先把马带打死 再跟马良进行单挑 这就完全OK了 然后我说过 西子看见几个人 可以优先考虑先服 比如张松 比如 或者那些能回血的呀 比如华佗 再比如王毅 新王毅 因为新王毅他真烈 是失去体力 但是他 回血是真的要吃逃 所以说 然后包括借缓盖 这种主动苦肉的 都是可以去先服 你说还可以先服 先服局兽 或者曹瑞这种 你让他不发动技能 他难受的 这你看张松还在无脑陷图 张松他自己掉血 他掉血就要吃桃 你看他一张桃子 让他回一滴 我们跟着 就相对于白条他的 他这一张桃子 让他自己回了一滴去 还让我们摸了几张牌 你看他们虽然三张桃子 但是我们一轮 把他所有手牌全都扒光了 那你看你张松还有什么用 这刘备估计也心太崩了 在这里打不进输出 对面崩死了之后 张松崩的要没了之后 他吃了一张酒 让我们回满了 刘备呢 估计心情已经崩的不行了 所以直接跑了 接下来跟刘备单挑很难吗 不难 刘备嘛 单挑王 但是我们有宇宙之力啊 这里直接一卖一下 然后 然后 手上是一张冠石斧 还是从我们手上拿的 直接两张杀给刘备带走 所以呢 西里才当 西里才当主的时候 看见张松这种武将 这种主动卖血的武将 是可以优先去潜伏的 再放一把鲁之农民 鲁之嘛 再 放在三号位 既可以给队友补充牌 又可以呢 自己有一定的防御 然后再回回 然后也相当于变相 包养了一些队友 我觉得 肯定不失为一个优秀的人 三号位农民 但是他放在二号位 就比较坑 因为二号位的话 有可能地主把自己手牌一压 没办法给队友补牌 这里呢 我们不要让 我们不想让张松陷阻罪砸了一下蛋 然后 不杀 因为张松刚才杀许优 没杀许优 许优肯定手里留了闪 我们杀许优 一刀他送过牌 就很尴尬 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不想让手里都是闪 许优 许优他 我们如果杀许优 他出闪的话 你看张松也看到许优的闪了 我们一是 一是许优空底 让我们自己手里很多闪 二是 他自己闪 他也可以过牌 这里呢 我们但是我们有AK 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魏静先杀一刀 让许优降低 让许优放松警惕 因为我们魏静肯定有一刀 先把魏静的一刀杀出去 然后他直接闪了之后 换上AK再来一刀 他 我估计他如果他怕掉血 估计还会闪 因为这时候许优状状态不是特别好 最后呢 再AK一张九杀 直接给他带走 许优优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直接就被吐吐了 今天最后两个素材 一是一把 又是一把董白塞满春歌 小萝莉塞春歌 那是真的 塞的就是一个舒服 而且我们这把 还有1级给我们做辅助 我们1级给我们的黑牌呢 我们可以在手里存的 然后他给我们红牌 也可以再增加我们的防御 直接一张 直接一张刀子塞过去 然后呢1级给我们补点牌 我们这里手里有啥 这样的话 我们下一段塞张春华的牌也有 这里是两把张春华的捡一码 如果能扒掉就最好 扒不了那也算了 然后我们如果被张春华打到兵死呢 1级还可以给我们集园一下 这里呢 反正张春华的能力 我老是说张春华能力不容小觑 但实际上只要打他有张春华 是可以让他失去 完全失去信仰之力的 而且而小萝莉呢 董白小萝莉就是 不管怎么试用中 不是有这个皮肤吗 就是不管张春华提取 我们只要给他塞到他体力之上限 你看这里时候给他塞了5张牌 他只要把加1丢 那直接AK4张杀 他就可以把张春华直接带走 他没有任何的喘息空间 反正董白打张春华嘛 说了 急血的张春华来了 董白都可以给他带走 但是你说50血的 那还是算了 不过董白打张春华也不是完全无敌 你董白毕竟 他的能力 他是摸牌牌一样的属性嘛 所以说 董白如果一开始被张春华打得很惨 留不下防御牌之后又被张春华推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 但是张春华毕竟有因子嘛 这里呢我们主持要忘记开局压曹春 没有毛病啊 只要把曹春状态压低了之后 他一张柴手里只能留一张牌 他三张扇甲牌 但是他要摸三七三 这样的话他能力就大幅度下降 他也起不了别的牌 我们这里呢 这样把自己最后一张牌用掉吃陶的话 这时候再拔对面的装备 对面灵桶就没有牌可以下 这就很舒服 但是主持要 这里我是主持要 我直接赶紧把嘉一下了 免得夜长梦多 你早晚要下的嘛 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尽全打输出 然后呢 打死灵桶就只是时间问题 直接一张火弓给了带走 好 行 今天的素材呢就到此为止 那么接下来做 做点 很多人都在想 最近武汉呢 也确实我们都没有什么 收入 开末几点不要紧吧 什么都没有 不过有史诗体验卡 就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又没有 接蒋尾而已 史诗宝珠 史诗碎片有一个 这就很舒服 又是一个蒋尾 好了 看来是什么 看来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 不过这也不要 我们呢 今天的目的不是别的 是我说了 本期呢 本期呢是要把 再拿点 好在神将 OK 现在我看一下我离大将军还差多少 大将军还差 四千 差不多四千 然后 既然都了 既然都有一波了 应该有不少的 燕领和 燕领和 知道吗 张不利 直接来五个 这样的话之后 这些剩下的张不利就留着 下一次 诸葛蛋就很棒 诸葛蛋就很赚 剩下的张不利和燕领 甲留着之后做着 做着每天的任务 金皮不过没有跳那个 哇去 可以呗 但也只加250 可以可以可以 朱霖皮肤我喜欢 这另外一个无所谓的 这个 这个也算是我 比较早抽到的金皮 自幼习武 可以 70张实实皮了 就很舒服 好 那么开始今天的实战 直接呢 这个三 这个三倍估计还是得考虑一下 但是我有鸡康 肯定会用鸡康 居兽也没什么用 二号位卤制 还不如鸡康 主要这一波 给自己补充一点 这样嘛 换奖卡啊什么的 还是不错 首期卡线换奖卡 应该够用了 最近也 一直有点入不敷出了 最近老是白给 这个神兆云主 刚才 合理啊 可以 留一张闪在手上 再留一张顺 黄月鹰呢 我肯定是想办法给他补一下的 哦 搞错了 我应该刷一张装备 说不定可以给黄月鹰回血 这张顺我就留在手上 这张顺我真打 好吧 得用 但是还是不想顺一下 那没办法了 月鹰同志 只能给你先奶一口了 反正他也不杀我 我就直接用一张闪去奶一下 他就行 那你这 那你这真没办法 这怪不了我 做好我们几方的防御 然后打 神兆云呢 就尽可能地 攒一点顺柴什么的 虽说是散着 但是 其实还是很难受 那这真没办法 你没逃就祝你好运哦 心情复杂 我都很想砸你蛋的 虎中生有 前龙陆右 藏风手拙 南蛮入侵 留着 留着 他那些打不到我 如果他不 如果他 他大概率会想着把手牌都留着 可以啊 一下肯定是掉的 拼他杀我第二下 没有那算了 没有呢 去杀一刀 看他闪不闪 果然不闪 应该留闪的 这把这波打错了 这波应该留闪 他手里应该留了 很多很多那个牌 手里应该留了很多很多的黑桃 没了呀 他刚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只能把闪给他看了 遇到这种黄园音 那是真没办法 我是什么 我只能 我只能留这张闪 没办法 久都没必要留 就留闪 好了好了 没必要 这没办法的 真没办法的 告辞 不挣扎 这黄园音啊 什么都不说 开局被打成这个鬼样子 惆怅 这有三倍肯定是要抢的 你们想靠我啊 刘备主 算了算了 冷静点冷静点 等一会儿之后 再等一会儿把这个黄盖和草昂放出去 草昂先放了 黄盖再放了 我玩马军主给你们看看 马军主我觉得可以玩 但是黄盖主还是太骚了 加一马舒服 就这牌 还有让无中更舒服 张松如果暴到点 直接给我陷图 说不定不打你的 无中一开 来 转错了 应该转一二六 这样的话说不定转点杀出来 转一张AK 直接把张松给他送 给他送了 把张松给他扬了 嗯 看一下 七至五张牌 一二三四 久留着吧 久留着下一轮再打一张九杀 就这五张 那就这五张牌 那你九杀应该一六闪对吧 那你这闪的什么意思 明的一张九啊大哥 寒冰留了闪 留了闪是对的 幸好留了一张闪 我刚才还在想是留杀还是留闪 留了闪看来是没有 一点错都没有 天呐 这王一打的 这王一输出有点过分了吧 看到我的马 谢谢 强势装备牌就很舒服 那这一波呢 这张杀肯定是重要一些 一张杀 一张杀 九杀九杀就打了今天 接下来跟王毅单挑 还是很有可能走唐麦路线 所以说 这一波呢 这一波没有别的目的 赚一个简单点的 赚错了 底下都不想点到四上去 我想的是如果能赚出一张桃子就更好 赚了什么都没有 赚一个 加一马行 至少现在三张加一马已经留了 王毅不一定能摸到加一 行一张决斗 厉害 狮子 OK 四雄行你狠 让你摸 我傻 现在必须得 现在必须得找桃子 而且得找一张比较靠谱的防具 比如 比如八卦呀 人望顿啊什么的 还不能找藤甲 如果有狮子也可以 有桃子 那把这张拆心丢了 就留两张闪一张桃 75张牌 留两张闪一张桃就行 现在让自己状态必须得回上去 王毅他要摸牌就摸 三张加一马暂时都没了 我的锅牌量在他之上 他不一定能摸到加一 他不一定能起到加一 这就足够了 继续闪 他不一定能起到加一 哎我就闪了 我今天不要牌了 你这输出这么多 行我继续 我继续找桃子 现在我得赶紧找个盾 我现在得赶紧找个盾 还得不仅得找盾 还得找 还要反无蟹 找无蟹也没多大意义 顺和柴倒是没见到多少 一张 乐不思数 这样的话他无中 看他无中是会给自己打 还是给我打 是打算 可以 他都在添过 那我什么也没办法 也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说什么 至少把他无中骗出来 也是好事 但是我现在手牌 肯定得赶紧把手牌 输给点 给顶上来就知道了 这是大问题 冰早了 应该先过牌再冰 马军 这是马军的一个大失误 先过牌再冰 可以说是基础 基本操作 马军就这个 有点磨叽 可以 这个束缚 但只能留两个 75张牌 桃子丢了 加一马 这几张牌留着 一张直接 军具精巧 军具精巧 行 冰添过 就合理 但至少我现在有加一马 这八卦阵不中 我也不知道 一般都会中 这个八卦阵他中的概率 比正常要高多了 桃子等会吃吧 还是继续过牌 先把自己状态切好之后 把自己 这第四张加一马也在我手上了 要么被王毅蒸掉 至少王毅不会摸到加一马 这个足够 必须呢 但我没说 对 桃子的牌是 不一定是从那个战马 不一定是从牌队里面拿 他可以从气牌队里面拿 我都忘了这一个 我都忘了这一点 气质 先把自己的 还是一样的 先把自己状态切好 减一马也比较重要 还是先把自己回 血量回满 之后再跟王毅激进单挑 他想这样就让他摸 他最 他手里不管怎么样 他最多就留三张桃子 他回合外的摸牌 其实无所谓 继续 我就只留一张咸天八卦 因为我不想让咸天八卦 被他拿走 还是有机会被他拿走 就是 就是排队里面的八卦 我还是就 我身上这个咸天八卦是最好 其余的呢 没必要留那么多 七尘 一二 减一马留着 就留这几张牌了 冰一轮 下一轮再把自己装备齐满 有 我只要装备是满的之后 跟王毅对爆起来 等一张乐 先把王毅一轮打残 我只要等一张乐 把王毅的 把王毅的 他的 把他状态压残之后 他就只能留一张桃子 这就是我目前的想法 可以说是 可以 现在装备就满了 就是 这把就很磨叽啊 你们现在是41分钟 现在是41分钟 这把应该不会剪辑 你们拖到43分钟左右 应该就差不多 哦 我怎么转了点 这就有点尴尬 好乐来了 接下来就把这张乐藏在手里 桃子可以丢一张 一 丢一张乐一张拆 可以 一二三四 四张牌 等下一轮动手 你看这人他啥都是不断啊 还好我先添八卦 不懈留在手里留好 一切好说 先动手啊 先乐 然后接刀 这接刀肯定会真利了 然后呢 该拆拆 这加一码也没了 不过也正常 然后呢留着 现在转进攻牌 一三 一二六 一二六 多留点进攻牌 下一轮呢 把争取宝王一推掉 这些想法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一张顺一张决斗 OK 气质五张牌 这两张先丢掉 然后呢 桃子丢了 就这五张牌一丢 呃 没必要丢 少丢一张 多丢一张杀吧 就这些牌了 八卦呢 没必要 就这样吧 他只要乐不天过 下一轮把它弄死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打王一就这样 乐他一轮之后 他就翻不起什么浪了 一张顺 肯定会争裂的 然后呢 八卦就没了 会再一张决斗 应该直接没了 厉害啊 运气不错 南蛮还有没有 这不就行了 打得稳呢 马军当孙权来玩 一样的 但是说实话 孙权现在跟不上节奏 所以马军也不是那么能跟节奏了 然后这一把 你们肯定看得也不过瘾 再来一把 下为士兵 这个 来来来来 多年未成的心愿啊 多年未成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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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我就 今天我就要试试了 一个元术 一个孙奔 起装备 一张加一很舒服 两张杀 一张 两张 教训了 万剑一开 一是骗无中 一是骗无限 第二是 让能打元术一滴血就更舒服 一张乐 他不给不给正常 一张乐 手里牌留好 加一一上 解 开局只要压制做好了 没毛病 来啊 第一轮把元术打成这个鸟样子 等第二轮 等第二轮把元术看他们收掉 跑了 哦 你可以对你用 你可以对我用 但你不准对他用 说不定人机会给牌吗 哦对 会不会找 孙策应该不同我技能 他说不定会给牌 他说不定会给 搞找错人了 下次可以试试找孙策要牌 那是真舒服 那尽量不掉血 先把红杀用掉 一张红杀 对面猜是有桃子的 一张桃是吧 再来一刀 能不开 现在能不开拿慢就不开 可以 直接带走了 接下来呢就是跟孙笨单挑 三血银子打孙笨 三血银子打孙笨 这一轮把防御做好 所以有桃子直接吃 希望对面不要摸到距离 OK 你只要 要是只有一张勒 我倒是很 我倒是很舒服 直接刷 有牌直接用 不需要干别的事 我反正也不能跳 直接掉就是了 三血银子打孙笨 孙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三血银子 但是我顺柴还是可以 还是有一顺和柴没用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三血银子 三血银子 孙笨的 孙笨有时候强度就超过了三血银子 你看我说啥 这打不赢也是正常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张很舒服 我想再杀一刀把他刀子拔掉 哦用错 尴尬了我用错牌了 我用我的 这波是我的锅 我用错啥了 我用错啥了 应该用决斗这张杀的 决斗是不可能决斗的 这辈子我不可能决斗的 我好黄啊 真的我好黄啊 先来一张杀 减一和 手牌吧 留一张九 这样的话九 有九在的话我就可以拿装备来 逃乱闪 现在就等桃子 现在就等桃子 有九的话我就能拿装备来逃乱闪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 九倒是可以保下自己的命 这就足够了 把孙奔的距离呢先卡住 现在装夹还是不好打 仍然不好打 千万不要小看孙奔 这张加一呢得赶 这张AK得赶紧些了 因为我觉得他摸到减一也只是时间问题 对面呢一般打的菜 他运气就会特别的好 哦no 又来 他又来他又摸到好东西了 我为了不让孙奔过牌子 已经做到这个分上 来你到排队你倒是来点桃子 排队你倒是来点桃子 还好他吓死我了 他真的吓死我了 那既然他刚才没有正经的杀 那这张一估计也是 难受啊 他要是火攻我还可以掏乱无限 我现在暂时不会死 但也仅仅暂死 暂时不会死而已 差油顺估计用不上了 来直接 直接两张一拍算 两张两张的拍 让他人王队事效同时不送他过牌 尽可能用藤家保护自己的命 一样的操作 你看那对面摸的桃子 那比我的就是要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去 这时候来闪电 我先把闪电顺过来 打稳的 打稳最重要 现在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我现在这张9可以暂时 帮我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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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什么 火杀或者火攻 你还有 麻烦了 防不了了 可以 可以吧 防不了 算了 偷偷 不行不行 让我笑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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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刺激了兄弟 顺什么好 顺 顺个盾还是 顺这个吧 一张冰 冰住就行 红砂 这要不是红砂 就直接两张 就张八两张排出去 冰天过 正常合理合理 这是合理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火攻看下来 火攻看下来 这样手里手里有无蟹了 也舒服了 手里有无蟹 终于来桃子了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因为 因为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自己要淘乱先掉一滴血 然后他再 又来刀了 你又来刀了呢 我靠 我好不容易回一滴血 大兄弟 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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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难受啊 没啥说的 对面桃子就是比我多 这不仅如此 对面 还就是能摸到刀子 说法 啥是不可能杀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杀的 这红杀是不可能红杀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红杀 OK 加一没了 嗯 好好好 原来你有刀子 那难怪 太刺激了 喂 这损策 要不要现在把刀子卸了 还是说直接拍他一下 不卸不卸 把不卸留在手上留好 你不准拿 我拿一张五 看啥 别看 OK满血了满血了 这把稳了 这把稳了 你们知道刚才 刚才如果孙策不给我牌的话 我要自己先崩一滴血 然后他灌水服 还可以灌我一下 我那时候是必死无疑了 就这么跟你们说 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只剑 只剑拿人王盾吧 人王盾 可以拿人王盾来保下自己的命了 然后一样的 帐巴呢 还是不 还是留着关键时候 再用红杀 还是留着关键时候 再把那些顺材什么的用材 你摸你摸 现在有桃子 有桃子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好意思 等你拆我的东西还是不行 笑死我了这一盘 哎呦 这孙策真可爱 这孙策真可爱 行行行 那就要截了 这孙策真可爱 太刺激了 你看呢 打孙策就会摸到红杀 打孙策那红杀多的一匹 等几张黑纱 然后顺拆什么的 我还我还我看下我的 我决斗也没用 决斗不可能用 有一张南蛮可以用 一张南蛮 然后补几刀 差不多可以把孙策直接带走 你看这红杀 这这么多红杀 这全都是红杀 这孙策太可爱 一张顺 一张顺 很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把闪都丢了 我下一轮这张 这张加绝影是可以当做帐八拍出去的 但是我不可能想 我不可能用红杀聚杀分出 行 我无限自己用过了 我都忘了还有这事 一张杀行 没事问题不大 只见他一张拆 再来一张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再来点黑牌 我就一张拆下去 然后把 然后两张 一张拆 再一张顺他手牌 然后 然后两张红 两张红的往下拍 这样是可以更稳定的把孙策带走 结果他给我全都来红牌 此时我感觉到又又又开始迷茫起来了 不过能打 不过能打就不要去 来一张黑牌直接把孙策带走 好 OK你死了 来的还是张杀 那不要 那你这一张 那你这一冲 你死的更快 一张杀 两张杀 啊 宿愿啊 宿愿完成了 OK 不说了太监牛皮 哈哈哈 本期素材就到此为止 希望呢 能对你们的打法有所启迪 开局呢 压制好元素 最后再去一刀刀的把孙策刮掉 然后这孙策也比较寒 送了我一张牌 让我没有抓住机会把我弄死 好了本期素材就到此为止 希望能对各位大家 能希望各位给我点个赞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